我的天呐,用蜂蜡做的糖果有人吃过吗? 看上去非常好看 咬上一口,里面还会爆出果酱 嚼着吃,解压又美味 你敢挑战吗? 哇,用蜂蜡做的爆香糖,我还没吃过耶 而且我看配这个的果主,都有吃了几十万年代 那我也要吃 早了,蜂蜡买完来了 哇,看着好漂亮啊 像义肉片一样,都不舍得吃了 蜂蜡大的,里面是这种圆筒形状的 里面是这种方形的,还是渐渐色的 这里面是两种口味的混合吧 好色的中化肠条 50个小肠条 颜色的 那我们先尝一下这个小的味道啊 咦,这很有黑色的 这里面是什么呀? 那我们又先吃这个 看别的主角吃的很解压的样子 我尝尝啊 哇,这个最难爆酱了 一咬开那个汁就爆出来了 还是葡萄味的 它里面也不是黑色的 是紫色的果酱 嗯,这个辣好没嚼劲 它表面的那个风啊像可氧糖一样 很黏 它里面嚼不容易压 嚼完一定要吐掉 而且吃起来没什么味道 直接喝一下这个果汁 这果汁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喝 再看看这个中化白色的 这里面是什么? 不会是牛奶吧 这里面是什么特别的果酱 吃起来也是酸甜甜的 不然我们要吃这个大的了 这个看着就好吃 这也是青苹果味的耶 这里面满满的全是果酱 而且这个还更能稠一些 它这里面还有果肉 好大一块啊 哇 这下面是山达口味的耶 还有一点大的好吃 再尝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 这个好酸啊 这下面也是酸的 只不过没有上面的那么酸 接下来陈女士吃风了啊 太过了吃到有一大半了 每种咸它都尝尝一下 都是不同的口味 但是它这个风辣皮太有韧性了 找到我两边塞帮木头 后面就扭着慢慢吃了 那下次大家看看我吃什么东西 给大家给你们告诉我哟 我哟了